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们是一场昆仑觉得超级战 男子75公斤级的自由搏击大战 昆仑法 凶架 的三桶级 凶攻击 男方选手 来自泰国 昆桑 In the blue corner Kum sum khan chung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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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昆明诺亚金州国际泰拳俱乐部 昆桑是非常有名的昆仑军名将阿廷的亲弟弟 绰号叫做京雷 那么他的哥哥在前一段时间加入了中国国籍 今天这场比赛也许是昆桑代表泰国出战的最后一战 今年26岁的京雷昆桑身高1米80 职业战绩55胜19负 21次KO对手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rule corner fighting out of the kingdom of thai Nickname Lightning 欢迎来自泰国的京雷 莫连恩赞巴蒂泰 Pri Lam Seif Han Changna Kamsan 洪方选手是不折不扣的一位山东好汉 山东的选手 名字张扬但是性格非常不张扬 昆仑爵75公斤级世界亚军的获得者 欢迎我们本土的山东选手张扬 有请场上采访 Kim And what action begins to refer in charge Kim 欢迎来自泰国际上采访 欢迎来自泰国际上采访 观众朋友您好 您现在看到的是世界顶级战力格斗赛是昆仑爵 这里是青岛战的比赛现场 我是现场解说 半剑不容张海海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昆仑爵亚维 这是一场75公斤级自由搏击规则的超级战 对 中方选手呢叫张扬 张扬是一位新秀 但是成绩非常的好 这几年上升的速度很快 是的 张扬也是我们今年2016年昆仑爵75公斤世界冠军赛的亚军 是在决赛当中西败给了日照东方郑昭玉 昆仑韩盛大呢兄弟作战 他的哥哥叫飞鹰 对 两人呢都在中国呢长期生活和打比赛 张扬这个反架选手 他这个后手就是他的左手啊 非常的冷非常重 对我还记得一系记得在75公斤的世界冠军赛里面 惊艳的凯勒也是同样来自泰国的选手啊 对 对 张扬上来也是不紧不慢啊 跟着这个 对 哦漂亮 我说的这个漂亮是张扬的这个体系防守啊 是 张扬刚刚打身体这个两个拳啊 虽然没有起到太好的一个效果啊 但是能看得出来张扬今天的这个技术储备啊很全面 对 张扬近期就是从打完75公斤的冠军赛以后啊 也是到处游学到国外加强自己的这种训练体系啊 对而且我觉得在南京战这场75公斤世界冠军争夺之后啊 嗯 嗯 张扬整个的自信心打出来了 对 其实在打75公斤世界冠军赛之前啊 他更多的是打一些中小型的比赛和昆凌爵的新秀赛 就是从训练当中啊 我们看到他进步的确实是非常的快 是 但是今天他对阵的昆神呃 首先在比赛经验上肯定是要优于张扬的 对 那这种泰国选手嘛 比赛的机会太多了 对 呃 呃张扬这次为了备战跟昆神的这场比赛啊 呃特地是去泰国 呃跟随这种纯正的泰拳手啊 呃训练了一段时间 呃现在呢 昆神还是典型这种泰拳手的这种节奏啊 对 在第一回合呢发力也少动作也少 呃同时呢这个拳法呀 呃应该还是这种传统泰式拳手的那种拳法 是的 那我们看到第一局开始这段时间张扬的几次的 对于昆神的这种低扫腿的提膝防守做得非常到位啊 对 动作并不大但是很有效 对 呃 呃这次比赛当中我还是很期待看张扬的后手啊 能够发挥他该有的一个效果啊 是的 呃那后手特别冷 并且打得特别准 漂亮 而尤其是今天正反加相对手这个后手啊这个更是容易打中对手 对对于张扬来说他的后手的空间会更大啊 对 是 第一局呢两个人中规中矩 但是张扬在一些小细节上让我们看到了他现在加强训练的一些效果啊 是 像那种很小幅度的提膝的防守 对 呃其实针对太古镇那种很重的低扫呃是有效果的 是 呃这是刚刚的高扫下一个拳发 对 所以进入第二回合之后 呃其实作为他们传统大五回合太拳的第一回合的时候 都会比较高 对 类似于热身 对 所以进入第二回合之后 呃其实作为他们传统大五回合太拳的第一回合的时候 都会比较松 呃对 然后但是打三回合依然还是比较松 对 观众朋友们可以 呃稍微等一下 在我们之后的比赛里面有一场纯泰式的泰拳比赛 对这就是另外一种节奏了 对 在比赛开始之前我们的裁判先警告一下不要有过多的搂抱啊 呃看得出来昆神这个团啊突然性很高啊对 对 张阳很聪明啊在脚底的步伐上一动上啊始终跟对手保持住对 相应的这种距离和位置 是 好这个时候两人要换后手吗 昆神这个后手我们还没看 这个传统泰拳手啊这个后手确实是有杀伤力啊 对但是他就一个对他就一下 呃相对来说张阳这个后手既能够单击又能够组合当中出来 对漂亮 张阳我们看确实是在太过训练时间 在这种近身的吸法的时候 他是也在等这个机会啊对 对我既然防不了你那我就把你带摔 对对你一旦你起膝的时候你单脚支撑 毕竟你的平衡没有那么好啊是的 不用带摔既破坏你的这个吸击 我还能控制整个比赛的节奏对 哦这昆神这个拳也很重啊也很重 砸起来也确实是有力的 刚刚那一圈砸到张阳的防守拳套上那种 呃碰撞声啊是非常的大 是 啊 这个后手 传统泰式这种后手 前手一撑 后手就出去了 对 很重 哦 这高扫 张晓阳应该加强就是 他确实他这个 像昆神这种选手啊 有这个高扫啊 因为正反架的话 这个高扫啊对于一定程度上 对于张晓的这个拳啊 有遏制 对 确实是 因为当你出拳的时候 毕竟你的头部空挡就会更大一些嘛 有合适的机会 如果高扫上头打到自己的话 还是很危险的 对 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这个扫腿啊 他们的力量确实是很大 对 因为他力量渗透过来以后 他会给对手的身体造成一个组织的现象 是 所以反击就不会很快的出来 对 再就是打到手臂上本身啊 让手臂本身就很疼 对 坤神明显着不想是完全的在拳法上过多的拼呢 对 漂亮 这个真正好 漂亮 有白有了 漂亮 好 张晓的拳 连续两个中拳 对 坤神还是很有经验 对 其实这两拳我们已经明显的看到 确实是已经形成了 非常明显的已经打晃了 对 对 在一瞬间的时候 他会有稍微有些缠爆 来给对方全 对 把力的这个空间 对 是的 刚才张阳是通过对手 哎 我应该是通过对手的腿法的这个 反击之后 是 相对来说坤神的拳虽然很重啊 但是还是更粗线条一些 对 没有打到非常有效的位置 张阳的后手拳确实是 但是从他在打75公斤这个世界冠军赛的时候 呃 K.O. 勒鲁奔以后啊 就连续的用这种后手拳 K.O. 确实也对自己的后手拳的信心 也就是有很大的增长 是 好 第三局 OK Yes Last Round Fight Fight 哦 漂亮 哦 漂亮 哦 哎呀 漂亮 K.O. 坤神这个压力也很大 也是往前推啊 对 其实他的拳法并没有力量很大 响动也很大 对 但是他实际的没有攻打到有效不稳 对 就打的没那么准 张阳呢其实一直在找很好的机会 嗯 哦 这个找了很好的机会啊 张一抬膝的时候啊直接扫着支撑腿 对 对 哦 漂亮 这是一个高高的挂腿 漂亮 哦 又是一个同样的动作 对 张阳一侧头就躲过去了 对 这个动作必定幅度是比较大 确实扫中的很有力 对 这两人这个 除了这个拳脚之间斗争之外 对啊心理上也是有斗争的 那肯定斗智斗勇啊 对 在这个时候每一分每一秒 每一零点几秒每一秒都在做这种较量啊 是 哪怕是一个眼神上简单的交流 对 对 对 其实在场上两个选手很多的通过动作身体上来做更多的交流啊 对 这个讲话呀 漂亮 好 连续打中 哎 你看 这就是王老师所讲的 哎 张开手臂 失忆 这就是一种交流 对 心理上有暗示 哦 刚才张阳那很漂亮是 上钩拳啊 开路啊 对 很少见到 因为上钩拳属于近身拳法 对 对 往往是前手刺拳啊 或者说 当然也有后手拳开路 对 对这种例子 那更多是前手拳开路 对 对 对 看来张阳在这个拳法上还是有 有一定优势啊 对 昆神确实的拳也很重啊 对 对 是的 但是张阳他在阻折性上还有落点上还是不错 他要高于昆神 对 这个 这个 有点违规啊 有点违规 对 我们的规则是两次发力 其实细数的话 他是刚才有三次发力的 好 对 对 对 好 对 对 对 张阳其实前手拳现在也很好啊 是 打出那个小高潮啊 是啊 哎呀张阳表现其实这次不错就是可能是在前半整场比赛的前半段的时候稍微有点紧啊 是呃呃呃呃在前边的时候因为昆神的防守也不错 对对对对 啊并且的这个扫踢低段的扫踢给了呃张阳一定的压力 我看张阳的前手拳现在落点也很准啊 对 漂亮啊 我们看有连续的这种击辅这种意识啊 对 哎这是刚才那个连续的组合拳 对这个这个勾沉开路 其实很少见在用上钩 尤其是上钩拳开入的 好 来看一下裁判最后的结果 本场比赛结果如下 一号裁判 judge number one 30比28 1328 二号裁判 judge number two 30比29 3029 三号裁判 judge number three 29比28 2928 and your winner by 比赛结果 红方胜 红方胜 有请颁奖嘉宾 昆仑爵创始人江华先生 张阳你这待遇很高啊 江总亲自给你颁奖 好 掌声祝贺我们这位山东的好汉 你下次打不好你就对不起江总了 来吧 我每次都批评你 你说你起个名挺张扬 那性格太不张扬了 那性格太不张扬了 山东的老乡们好 你这个不够热情 都是老乡这么亲 你这个态度应该更高一点 山东的老乡们好 我爱你们 好 希望大家青岛的朋友 今天开始记住 这个是我们中国的一个 未来的新星张阳 好 我们再次恭喜获胜的张阳